说到很臭的美食 大家大概马上会想到像臭豆腐啦 榴莲啦 螺丝粉等等 不过在西方国家呢 也有一个臭名远播的美食 就是飞鱼罐头了 那不过说到飞鱼 这对俄罗斯人来说啊 是非常受欢迎的小灵嘴 那它不仅代表童年的味道 也让人想起俄罗斯皇帝彼得大帝呢 当初在16世纪末 把荷兰人吃飞鱼的方式带回俄罗斯 那虽然距离现在已经800多年 不过飞鱼已经慢慢成为了 莫斯科城市佩列斯拉夫尔的象征 那当地人也会在每年6月份的 第一个周末举办飞鱼节 诶 怎么大家表情这么严肃 原来啊 大家是在俄罗斯佩列斯拉夫尔的 一个小村庄里 学习用荷兰的style来吃飞鱼 首先啊 先把鱼头切掉 再去掉鱼脊椎 以及两侧的鱼皮 再加上一些生羊葱后 一份生飞鱼就完成了 对于采钢学会怎么处理 飞鱼的学徒们来说 是一件非常兴起的事 师傅和学徒们 现场处理好飞鱼之后 就把切好的飞鱼片 分享给民众试吃 看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看起来味道也不难接受 吃过了主食之后 当然也别忘了甜点 在飞鱼节里 就连人人都爱的冰淇淋 也是用飞鱼来做的 而且在这个小村庄里 到处都可以见到飞鱼的身影 就连当地售卖的纪念品 都是可爱的小飞鱼呢 由此可见啊 飞鱼对当地人的意义深远 下次有机会到佩列斯拉夫尔旅游的话 记得要挑战这种 荷兰式的生飞鱼哦